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 每天我们都在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周围的人也都会有一些回应 可能有的人给你掌声 也有可能有的人觉得会骂你 有的人觉得说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反应 但是大致来看大概都是两类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总是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有人支持 有人觉得你这样是不对的 总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耶稣也是这样 耶稣在殿里面讲到众百姓 都非常非常喜欢听他讲到 然后他行神机 连小孩子都起来赞美 大家很多人觉得 哇他太胖了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反应 就是文士和法利塞人和祭司长 想要杀他 是的 这些人虽然有人想要杀耶稣 但是百姓却侧耳听耶稣 有人非常认识 安静安静安静 我要听他讲 我要听他讲 也有人在那里想着 我要整他 我要把他弄掉 其实我们也会这样是不是 当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 你照着圣经的吩咐去做了一些事 你周围有一些人觉得 对 圣经就是这个原则 我们就是应该这样 可能你也觉得有一些人 在背后可能在批评你 在论断你 甚至想要对付你 永远是这样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恩待我们 你要这样想 其实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是反应他的心 真的 人心里面充满的是什么 表现出来就是什么 这就是圣经里面说 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此 这两天我特别和你分享 如果你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 继续做该做的事 不要放弃 你就中了撒旦的诡计 撒旦就是想要让你不要坚持 去做对的事 你后来说 阿圣经我做了这些事 还要被人家这样讲 不做了 当你说不做 你就中了撒旦的诡计 不要放弃 也不要说 你讲我 难道我不会讲你吗 我跟你对着干 如果这样 你仍然是走到 撒旦的那个诡计里面去 求主是恩 恩待我们 恩待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什么 出来的就是什么 求主保守你的心 让你的心不会充满着 被愤怒所充满 被那个委屈的感觉所充满 求主是恩 让上帝的爱大大的充满在你里面 你所遭遇的一切 主都知道 我觉得主把一句话给你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主对你说 孩子啊 你做的 主都知道 主都看见 你放手交给神 既是做你该做的事 然后你记得 身冤在主 主必报应 你做神要你做的事 祂不会不顾你的 祂伸手接管 比你自己在那里喊叫 喊冤要有用的多 祝福你 身冤在主 主一定会为你说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